国际油价回升,道指周三反弹456点,港股昨天跟随外围做好,恒指高开90点后,升幅层扩大至214点,其后一度倒跌87点,下午反复回升,全日收报23977点 微阳83点,大市成交额965亿元,恒指收十字星代变,高低位刚好足及十天及二十天线,点营牛皮代变市,临近月尾,期权金跌得更快,短期入市炒指数期权,利好短仓而不利长仓,缩日价情况在本月中旬假期后变得更严重,再沽价外期权已经没肉食,成本高而利润低 股市太早反映将要出现的牛皮整固市,内银坏消息未浮面,炒过股胜算较炒指数大,汇控00005股价仍然偏弱,严重跑书大市,中行03988因有客户炒书其由,该行或要承担部分损失,股价比其他内银弱势,其他内银股未见突破,只因坏消息上未浮面而已,归籍前后会有更多利淡消息出现, 若内地企业出事,始终内银要承受较大风险,除了本地及内银股,瑞星科技02018持续疲弱,昨天股价先升后会,跌穿3月低位35.65元机会相当高 同时有4月及5月到期的put最妙 跌得快本月put赚得多,近价或价内,跌得慢就下月期权受惠,本月是小小日价,恒信00700及金山远件03888股价仍然偏强 基本未有太根大市高位回调,反而不少内房,医药及水泥基建股作市回吐幅度颇大,股市气氛比指数为差,基于以上现象,加上周五效应,短期仓位建议减仓而非增仓,以部署好的银行put及科技call息时走位,下周一再决定是否保回或等突破时增加注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